6月12日,香港异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再次到香港高等法院申请更改保释条件,提出暂时撤销禁止离境的要求,让其前往美国。 法官最终拒绝其申请,并表示会押后颁发书面理由,解释裁决原因。 被称为反中乱港头目的黎智英当天由律师陪同坐车来到高等法院,而在庭上,黎智英的代表律师并没有透露李要求核实前往美国及具体目的地。 据了解,现年72死的黎智英涉嫌四宗刑事案件,共面对七项控罪,包括删获、组织及参与多场未经批准的集结等罪。 他还被控一项刑事恐吓罪,案件指他在2017年6月4日在香港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内进音乐庭,威胁一名记者称会使他的人身遭受损害,意图使记者受到惊吓。 该案已排期于8月19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开审,预计审讯须13日,一旦黎智英罪名成立,最高可被罚款2000港元及监禁两年。 法官早前裁决时,准许黎智英以现金4000港元保释,并禁止在保释期间离开香港。 但该案于5月5日进行审讯时,黎智英提出撤销禁止离境要求,称可将保释金额增加至原来的25倍,即10万港元。 但人被法官拒绝,不允许他在审讯期间离开香港。 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、香港职业大律师丁黄表示,黎智英面对的控罪严重且证据充足,被定罪的几率较高,不排除他有弃保前逃的可能。 虽然被告有很多财产和生意在香港,但法院应审慎的考虑是否允许被捕人士出警。